我们念这个咒是归一根本上师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我们都要 都经常要念的 每一次修法都要念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烟流 一个法流 一个传承 一个法流 不能不念 你这个不念了 你就从你自己开始了 你自己什么都不懂 所以你必须要去恭敬自己的根本上师 因为根本上师本身传那耿尊法给你 传那复法的法给你 有的人讲说 根本上师根本没有传我的法 是我的上师传我的法的 是有人这样子讲 大部分在雷藏寺 你在三人雷藏寺以后 三人雷藏寺 连正上师传我的法的 那相法雷藏寺呢 那就连结上师传我法的 根本上师根本没有传我法 对不对 没有 还有几个雷藏寺呢 庙刑雷藏寺 庙刑雷藏寺 庙刑雷藏寺说 这个连银上师就讲了 以后你们听我们的 跟根本上师没有关系 你们以后供养我就可以了 供养我就可以了 反正我妙行雷藏寺啊 就是我的 我传你们法你们就听我的 以后根本上师来讲什么 不理他 不用理他 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不对的 你们自己一想就知道 是不对的 因为当初你写法在哪里写的 是谁教你的 你不能教底下的人说 你看我传你法对不对 对 根本上师有没有传你法 没有 好 那你们要跟谁 跟你 那根本上师呢 不理他 这个就是切断这个传承 这个很简单 这讲起来就切断传承了 当然了 现在我们谈到这个统一跟独立的问题 这个很多独立的就用这一套 独立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独立了 我们这个雷杖士已经归我了 谁传你们佛法的 叉叉上师 根本上师呢 从来没有传过我们佛法 他不过来过一次而已 也没有传什么 全部是叉叉上师传的 那你们将来跟谁 跟叉叉上师 好 OK 那从那里他就断了 就断了这个传承 就是这样 那个就是叫独立的 当然现在 要独立嘛 其实也要想一想 引水食言嘛 对不对 其实独立是不应该的啦 我不是讲政治哦 我不是讲政治啊 政治是政治是政治啊 我们宗教归宗教 宗教是要南无狗狗贝 还要记得根本上师 像师尊每一次啊 都提到自己的根本上师